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如果大家有任何投资问题 快点带来204-6566 或是送E-mail去askatbschannel.com和我们谈谈 这一节我们会和坐在身边 来自药材政血研究部的harry远子汽谈谈 harry 你好 你好 先看看我现在最新的情况 恒生指数现在升了81点 做22,663点 国企指数继续要跌 跌39点 做9950点 大市成交有337亿多 看到大市这几天的成交 半日左右 维持着300多亿 不是太多 指数其实之前都升过来 但现在似乎在22,700点之道 这里面对了不少的助力 我们看到恒指的表现来说 今天没什么力 其实如果你计算期指来说 都可以说是挺刺激的 以本身 指数升过100多点 现阶段 本身 升幅 只是在维持 80多点 曾经的升幅 收窄到 可能只剩20 30点 今天 其实指数 如果你说 走势上来说 不是恒生指数 今天应该叫 腾讯指数 因为整个 恒生指数 的升幅 都来自腾讯 一只股份 你见大部分股份 都是跌 你的指数股来说 因为本身 腾讯 是因为个别 他们自己的 份业绩做得漂亮 但是 以指数 走势上来说 其实是有回吐 我觉得 今天 指数的跌幅 主要来自的 元空 都是一个 A股的拖累 以本身 走势上来说 我们见到 大盘 或者是本身 权重股 类别 其实都有跌势 特别是内银 或者内房 以现阶段来说 我会觉得 恒指升到现阶段的升势 大家可能已经看着 23,000点 这些位置 但我觉得 机会 或者是 上网空间 不是太大 以现阶段来说 我觉得今天 指数都会维持一定的升幅 始终都是一个 腾讯的影响比较大 我们在看什么 就是本身 过了这么久 其实有一个 中国经济数据 已经出来 我们都见到 会不会有更多 微刺激的 经济政策出来 这是一个关注焦点 但是问题是 股政策 挺难看 我会觉得 指数 测上测下的机会 依然是比较大 大家日中 特别是买牛红症 或者衍生工具的时候 小心一点 我会觉得 以本身行似 如果你计 升势来说 连升了很多日 我会觉得 回吐压力 已经是漸漸地增加 刚才也提过 你很有趣 这个描述 今天是一个 腾讯指数 腾讯 今天是指导着大事的走势 其实腾讯出了业绩之后 很多间大行 都表达了他们相关的意见 我们看看大行怎么看 我们就包括了五间大行 他们的看法 其中 看得比较淡 就是大祸 巴克内 和瑞信 他们都看目标价 130元 李昂就看得相对比较好 140元 大家不若而同 都觉得 业绩其实做得不错 不过做个别原因 就调低了他们的目标价 但主要来说 都是维持他们买入 或者跑赢大事的评级 似乎大行 都挺一致 唱好腾讯股价的表现 今天看到腾讯股价 升幅略为收窄了一点 ADR都升了超过7% 现在升了超过半成左右 很多投资者都想问 今天突破降跪的腾讯 是否应该追入 如果你说腾讯来说 我自己的看法 都会挺维持 我早上回答家庭观众的看法 你说那个直播的空间 会不会再升上去 今天大成交冲上来 也都升了成现在 5个百分点 其实我都会觉得 继续跟美升上去的机会 都比较大一点 问题是 省户投资者 现阶段 是否继续跌进去 你计算本身的 今早我们也有谈过 本身的 收入的发展 亦或是 很多的盈利的增长量点 都看到它开始交到功课 其实 你说 目标价 上去 拆小了之后 看上去130元 机会都是回到 但是 我自己也觉得 腾讯股价表现 以往的股价的走势上 很多时都是一些 憧憬居多 现在的憧憬开始 看到初步有个落实 就是说 他们的手机业务 无论是手机QQ 或是微信的 商业化的过程 特别是在游戏收入方面 其实也有个 很明显的 增长动力 我会觉得 增长动力是在 如果你看到 收入 由本身的6亿 上到18亿 三倍那么多 好像很厉害 腾讯又没有特别 说到 究竟他们的 手机方面 特别是在 游戏的 盈利 能力 会有多少 他只是说了收入的增长力 这个我会觉得 都会有个风险 究竟 未来的 手机的增长动力 究竟在新游戏底下 那个表现会是怎样 会是形成了 基本因素的 主要的风险 而另外一方面 当然 看技术的指标 以来看本身 现在 暂时的数码就是2988 其实那个波动性 都依然会比较大 炒作一定会有 我会觉得 在这个波幅 越来越大 的时候 在一个散户投资者 角度来说 你真是要 找一个 比较安全 一点的价位 去买 现在见到 很多大行 都看 103 这些位置 如果你 乘回5 就是以往的650 左右 以现阶段来说 我始终觉得 落回来 大概 4-5 留下 接近100 这些位置 我觉得直博空间 才比较大 如果你本身 看法上 你看到这只股份 比较整面 我觉得 不介意 1-2 看下来 再慢慢去买 这只股份 不见到 腾讯业绩 今天做得不错 年代 还同意 很多其他网友股 表现都比较突出 我们看看 整个版派走势 腾讯刚才提过 升了超过半成 博压互动 云游控股 都升超过3% 网龙都升超过2.5% IGG更加厉害 升了接近一成 在做6.12 Haria 腾讯业绩 刚才看到 科网股 走势 非常凌厉 如果假设 我不是腾讯 或者正如你所说 你都分析了腾讯 应该怎么回事 我不是太喜欢腾讯 我想看看其他股份 刚才的版里面 你帮我们选哪一只 版里面 其实有分 主要我看到一些 手游类别的股份 亦或是 部分有一些 就是网游的股份 这类别的股份 其实我自己 虽然是专注看 一些科网股 一直都 但是 其实这类别的股份 去到现阶段来说 我那种 吸纳的 看法 或者吸引性 就已经降低了很多 主要的原因 一是本身的股价表现 未必完全的根据 他们的基本因素 虽然说 个别的手游股 我们见到 IGG 或者 本身薄亚 刚刚那份业绩就交到功课 三四成的一个升幅 其实 配合他们的升势来说 在股值上 又不是贵得那么紧要 但是我会觉得 经常都跟家宁观众说 例如说 是网上的 游戏业务 或是手机游戏业务 其实你主要面对 你很清楚 你自己在买什么 这个 游戏业务来说 其实很单一性 或是 产品的 同质性 是比较强 例如说 我举博亚为例子 我自己最不喜欢 这个股份 说的是什么 因为本身 他们旗下 德州迫克 甚至是 网上 座大地的一些 游戏 来说 其实我见到 本身 德州迫克 和 这些 座大地的 游戏 又不是 他自己 去发明出来的 其实你说 如果有另外一个 平台 亦或是 来到腾讯 甚至是 有更大的 另外一些 不同的游戏 都是 建立到一个 差不多平台 而很受欢迎的时候 博亚本身的 吸引力度 或是 他在平台上 玩的人数 会突然急剧下跌 很紧 这件事 可以是 一个星期 不见了 人都可以 你面对 风险上 这方面来说 可能是 突然间 基本质数 跌得很紧要的 一个情况 出现了 所以 大家买下去的时候 最近看到股价表现 其实 大多的走势 要么跟着 腾讯走 要么跟着 本身美国的科网股走 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的走势上来说 都是在 玩技术因素 或是 在看资金流的 状况 所以 如果你算基本因素来说 比较稳 大家今天 可能下午 每个都在说 金山软件 金山软件 不买腾讯 金山软件 跌了这么多 其实 都不如可以 有个吸纳 我自己觉得 金山软件的股价走势 暂时是走弱了 你说可不可以 上去 例如 23元 上去33元 这些高位 有10元的直博率 你算技术因素来说 本身 如果你说 业绩的走势上来说 不会太差 但问题是 我觉得 本身 在金山软件的角度来说 现阶段 我会再观望下 究竟 增长力度来说 是否 维持到这么高速 始终 上年基数 已经比较高 虽然 这么多只 科网股来说 业务比较稳 因为 也有 软件 这一部分 但是 以 本身的增长速度来说 我会比较 担心 你短炒这一层 博由 23.6元 买下去 博24 5元的话 一两元 我觉得博得过 但如果 博上去中长线 返回 30元 的机会 我觉得比较低 刚才你也很详细 帮你分析 那么多只科网股 网友股 他们的风险因素 本身在哪 刚才听你这么说 主要是看 他们能不能留住 他们的客户 他们本身的 基本因素 是什么样 软件方面 我们也分析过 硬件方面 我们不如看一看 看到今天 这个熊派 2369 公布了 他们会推出 电视盒 电视盒 第一个比较出名 一定要讲讲 小米盒子 小米盒子 平时在街上 看到很多店铺 大家抢着 买 你觉得如果 熊派 都推出这个 电视盒 能不能够 吃到这个 浪潮 可不可以这么说 再问一个问题 盒子 硬件 里面实质的 软件 是什么 如果你说 看 2369 今天即将 都会推出 一个 叫 熊派盒子 究竟 会不会好像 小米盒子 那么大收 大收 旺场 今天 股价走势 炒作 味道居多 我觉得 始终 这只股份的波动性 是很大的 一日升 10% 后日下跌 8% 整个都见到 为什么 会见到 本身 股份 一来有 大行 护行 高盛 6.6 这些位置 纯粹 这件产品 我觉得 完全 完全没有吸引性 因为 如果你算盒子来说 数得出 有做硬件 甚至是互联网的公司来说 你会找到天猫盒子 你会找到其他不同的视频 土豆盒子 很多盒子 其实市场上 一数下去 有十几二十款同一样 盒子 产品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产品同质化 没有什么特别 即是说 现在已经说 是两三百元 你再减下去 根本 买一部 买一个盒 买一个盒 我会觉得 雷声大雨点闪的机会 会比较大 我会宁愿 看回 即是未来二十号 他有一个 所谓的 酷派的大神节 他会不会说 在他们的手机业务 会有些新产品出来 我反而憧憬 那个就多 过今次的盒子 作为一个盈利增长量点 看回前面 Harris所说 可能真的要看回 实际他们 出的盒子出来 究竟有什么配套 或者之后有什么后着 才可以决定 酷派集团的投资前景 这段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和Harris 做利益申报 刚才提到我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 合资有没有持有 合资也没有持有 这段时间来到这里 稍后再见